哈喽大家这里又是小歇歇 今天下了班 跟董先生去公园溜狗 我先走过去跟他们会合 然后说一下我今天的一个见闻 今天本来我下班了 想去药妆店买一点免洗的洗手液 因为家里的不多了 结果我一去 发现里面全部都买完了 这个牌子的洗手液都买完了 不仅是那种有品牌的 就连那个平时柜台旁边 卖的那种一小瓶一小瓶的 那种普通的也都卖完了 感觉大家都在囤这个洗手液 毕竟现在的政府 只是让大家都轻易洗手 今天还是蛮冷的 又是看了一整天的数据 其实法国政府 我觉得对数据也是有蛮爆的 因为其实你之前 从第一例到第18例的病例 都是有迹可循的 基本上每个人的信息 还比较详细 比方说他是中国游客 或者是法国哪里人 这样子多少岁性别 基本上从事什么工作 有的有的没有 但是从后面突增20例 开始就变得非常的不详细 就是一下子增到38的那天 基本上没有信息 只是告诉你大致是在哪个地方 然后后面也 后面的情况大家也知道嘛 一下子又增到了41 然后到57 今天反正下午的时候 一开始是到151 结果最后大概5点的时候 卫生部发出来的数据是178 这个数据其实还是很惊人的 大部分还是在瓦兹省 那个巴黎上面的那个袜子 还有安娜西那边也有很多 下一期视频我可能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法国这些确诊病例的一个发展情况 详细的是一个什么情况 每一个人和大家都来说一说 今天下午那个确诊的178的数据 当时爆出来还挺有意思 因为当时只有LeMonde发了一个数据 我们现在已经是178的确诊 公平妹了 但是他连接的那个文章 就是他的那个178是有一个超连接的嘛 超连接点进去之后的那个文章 还是确诊130例 所以当时就有点梦 但是因为看到下面有一行小字 就是说写了法国卫生部的一个数据 后来我们才觉得啊 那就是178的这个数据了 在欧洲这边 然后法国今天又新增了两例死亡病例 都是在瓦兹 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 然后今天上班的时候 我们也跟同事一起聊天嘛 然后他们就在说是不是法国政府 因为最近也是把这个退休改革 强行通过了 就是用了法国的一个49.3的法案 强行通过这个退休改革 就是没有通过议会 裁决直接通过 当然这个中间你也可是 议会也是可以反驳嘛 那如果反驳成功的话 总理就直接下线 下台应该说 所以我们就来说 法国这个时候通过退休改革 然后明天就会有一个 3月3号的退改大游行 这个病又是主要对老年人的危害会比较大嘛 所以就说法国人是不是 强行通过这个法案 然后呢又下令说口罩不能随便买 要有一组才能买 那么大家又一游行 全部都感染了这个病 然后一群退休老年人就下线 正好让他的养老金资助省了不少钱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纯属一个开玩笑 大家也不要当真 纯粹瞎讲 然后今天上班大家都有在讨论嘛 因为今天是周一 我们同事有的另外一半是都是在法企上班嘛 法企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大家也都跟往上一样也没有说有一个人啊 说我过来上班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还是继续去上班 但是有口罩的都会戴口罩 但是鉴于法国政府现在还是说让大家不要戴口罩 你没病就不要戴口罩 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去上班 然后有孩子的呢也学校并没有说要停课 因为现在只有几个重灾区的学校是乘客听到的 好像3月14号吧 也没有太景外景这风有点大 哎呀现在风有点大了 太阳也快下山了 就今天先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聊 他见死哪家口罩吗 他都是咬我一条完操 我真的很不激 他不太想跟他玩 好像他都躲了 冷漠 走了 啊 一点 我��天 然后 我要瘦了 很烦 吃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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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